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美容小姐 威威和尔十一 欢迎 你好 欢迎威威 还有尔十一 欢迎 请坐 我每一次看到她 都是几乎素颜的样子 她皮肤好 可能观众对威威最深刻的印象是来自于我们《都挺好》当中的小苏鸣玉 我让你生我了吗 我让你养我了吗 你把我剩下你就要负责不是光素快活 那个戏里面你化妆了吗 打了个底 就很简单的 对 也是几乎就等于一个素颜的妆 另外呢 我今天在看威威在《演员请就位》当中的比赛 《少红导演》那一次对不对 然后呢其他三个导演是有抢人的机会的 而其他三个导演都在两个演员当中抢了她 炙手可热 她这个时候可以选任何一个其他三位导演 只要她选了任何一个 她都可以有晋级的机会 但是她居然仍然还是选《少红导演》 如果《少红导演》没有选她 她相当于就轮空了 我宣布 《少红导演》选择的演员是 徐杨 徐杨 然后后面《少红导演》翻开了我就 没有关系 我说天哪 然后就轮空了 我这心好伤 还好没有错失她 欢迎你的到来 谢谢 我们这一期的美容小姐 跟以往的都不相同 我们是第一次走进大学生的女生宿舍 去看女生宿舍当中的浴室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全新的体验 所以说你们在这个浴室待了多久了 我们在这个宿舍待了四年 四年 你们宿舍一共住多少个人 只有我们两个 而且宿舍只有两个人住 对 但是我 条件这么好 两个人也太逍遥了吧 对吧 其实我觉得人家宿舍人多的话 还蛮热闹的 会经常串门吗 会啊 会啊 那你平时在寝室的娱乐项目是什么 我们两个娱乐是聊聊八卦什么的 然后经常是叫同学一起来打麻将 什么 大学是打麻将 宿舍还可以打麻将 对 然后没有桌子的时候 我们就在地上打 就这样打 六位 胡乐 那除了打麻将娱乐呢 你觉得护肤啊 或者是研究美妆啊 你们谁 花的时间更多 她很会 其实没有很会 但只是我爱乱买 她爱乱买很懂 对 然后我就会说哪个爱乱买 哪个好 所以你不懂 我不懂 因为我以前不太护肤 所以我最近开始觉得说 护肤很重要 开始工作 包括学校排队以后 日一熬夜 我整个人很暗沉 那之前呢 之前我就说 早上用洗月奶洗完 为什么 然后出门 为什么要擦仿扇 就外 对 而且以前也很懒 就是没有必要的关系 所以浴室对你来说 意味着什么 可能有一种 实验室的感觉吧 拿个种在脸上做实验 实验室 我刚看了 薇薇她有把几种东西 然后都递在手上 然后混合在一起涂 怎么说呢 这种感觉也蛮像做实验的 对 那你每次这个配方是 是固定的呢 还是随着心情来 网上有说什么跟什么跟什么 是什么用处 所以我就每天换一种用处 试试看哪 最好用的 啊 是实践当中出真知的 那我想问两位 你们在这个实验室 现在还待着吗 没有 没有 我们实验了 所以搬走了 出入娱乐圈的新人 祝福你们的未来的路可以 一直很顺畅 谢谢契哥 谢谢契哥 然后我们对你们的学习 也很好奇啊 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 同眼蕾去帮我们挑选 好嘞 哥你又 谢谢契哥 谢谢契哥